大家好,很高興今天我們的講座。 我們今天也是收到了新西蘭移民局特別多的新聞, 還有相關的消息。 我相信對於我們很多關注新西蘭留學移民的朋友來講的話, 這個絕對是我們在可能有生之年都很少遇到的這種消息。 像移民局局長反映的是說, 這種情況、這種政策是他有生之年都不曾遇見, 可能將來也不會再遇到的一種。 所以我們今天就我們廣大留學生朋友, 還有華人朋友們分享一下最新的新西蘭移民局的大社分享會。 大家也都知道,新冠疫情我們是百年不遇, 我相信這種政策確實也是百年不遇, 而且政策條例是非常寬鬆的。 所以我們很多人享受到了此次這個新西蘭移民局史無前例大社的這樣一個政策優惠。 那麼我們今天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公司的這個相關的信息, 然後再給大家同時分享一下我們和諸問的一些關於目前的一些大家常見問題。 首先我們公司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專業服務澳洲和新西蘭留學的大型留學移民公司。 對,我們先後我們是首家在新西蘭留學移民機構。 我們有多達多位磁牌移民顧問, 然後負責新西蘭和澳洲的留學和移民事項。 然後呢,目前我們是有新西蘭所有八所國內大學的姿勢招生代理的。 對,然後我們同時也獲得了寧本大學的多年的這個全球華語中屆第一的這樣的一個留學代理的稱號。 那麼這裡的話,我們就只是跟我們公司的一個介紹。 那麼更多是關於這個我們接下來的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這裡就講一下。 那我是主獎人,那我本人也是西西蘭留學移民, 那從業西西蘭留學移民和澳洲留學移民, 大概有個12年的時間。 對,這是我的一個澳洲和西西蘭的牌照。 大概大家了解一下。 對,然後大家也可以去官網。 所以這裡的話,我們就是帶過。 這個是我的澳洲註冊留學顧問證書和西蘭留學顧問證書的這個資質。 然後呢,接下來是我們今天主獎的這個陳希奇。 是我們領航的專業持牌移民顧問。 對,然後呢,擁有這個中國21大學的法律和英語雙學士學位。 而且擁有新西蘭的這個資牌的法律和學歷。 在從業不到三年的時間, 已經服務過超過100位客戶。 而且這個成功率是達到98%以上的。 對,專攻這個技術移民、配偶移民。 然後X61的黑戶轉白戶的這個請求。 臨時簽證、申訴。 包括品格豁免等各種宜蘭雜證。 對,所以施錫呢。 它更重的是在專注這個簽證和宜蘭簽證。 我們技術移民。 我們移民類別。 那我呢,更多專注在留學這塊。 所以呢,我們會有一個。 不好意思,請mute一下,好嗎? OK。 我其實剛剛已經想著說mute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好意思,真的是。 我不知道剛剛進來的這位人。 OK。 大家可以聽到嗎? 剛剛有一位進來的人打擾到我們了。 我不知道。 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人就是作為一個文明禮貌的人。 對對。 這樣的話, 好。 您找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好嗎? 謝謝。 然後呢, 我們今天的這個主講場, 我們第一場的話, 交給我們的陳詩琪。 那因為這個視頻的原因, 我現在把那個詩琪給unmute, 然後詩琪可以斷言了。 好。 我試一下。 等一下。 稍等。 放mute。 OK。 詩琪可以聽到嗎? 可以。 好的。 請給大家做一個分析和講解。 謝謝。 好的。 大家好。 下面我給大家就今天的政策先每一條每一條的逐步過一下, 過一下細節。 首先, 我們先看有幾個重要的時間點。 那麼第一個最重要的時間點就是昨天2021年9月29號。 所有符合這次的2021新的居民簽證的這樣一個特赦簽證的一個條例的人, 必須要符合在昨天就已經持有或者已經遞交了一個符合要求的工作簽證申請。 然後並且人要在新西蘭境內, 然後滿足三大條件。 那麼這幾點我們之後再分類細說。 然後第二個時間點就是2021年的12月1號。 那麼在今年的12月1號, 第一梯隊的可以遞交自己的New 2021 Resident Visa的申請。 然後第二梯隊是在明年的3月1號。 然後呢, 這兩個梯隊都必須在明年的7月31號之前遞交自己的這一類Ridden Visa的申請。 過了這一天以後就無法再遞交了。 所以7月31號是一個關鍵的日期, 最後一天。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下一頁。 下一頁我們給大家詳細看一下所謂的eligible visas, eligible work visa包括了哪些。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下面左邊是移民局網站的原文截圖, 可以看到包括了大多數的工作簽證。 然後呢, 唯一需要提出的兩點呢是不包括配偶類的工作簽證, 以及working holiday的工作簽證。 這個現在持有這兩類簽證的申請人呢, 如果29號雖然你們的簽證是公簽, 但是呢並不符合這次的要求。 還有一個特例呢是critical purpose visitor visa, 雖然它不叫work visa叫visit visa, 但是呢它是符合這次的申請要求的。 那麼這一條我們之後下一頁也會講一下, 這一條是唯一一個給境外, 現在人在新西蘭境外的人可以提供的一個入境, 並且獲得本sigredent visa的一個通道。 當然要求也不低, 並不低, 比在境內的人要求會高上許多。 然後呢我們下面可以看到就是本次的申請呢, 不僅主申請人可以獲批居民簽證, 也可以把自己的配偶和孩子都包含在申請裡面一起遞交。 那也就是說您和配偶之間的同居關係, 你們的關係是否是真實而穩定的? 你的受抚養子女是否符合要求? 這些呢都會是移民官要考察的點, 如果你有配偶和孩子的話。 那麼之後呢就是基本的要求, 也是要求申請人有良好的健康和品格要求。 也就是說, 比如說一些嚴重的糖尿病, 一些嚴重的肺結核等傳染病, 或者是如果你有酒駕犯罪記錄上庭了, 或者其他任何的犯罪記錄, 你如果需要申請的話, 需要提前向我們進行一個解釋說明情況, 然後我們來評估你的情況, 是否可以去申請到character waiver, 來豁免這樣的一個品格要求。 唯一一個例外呢就是, 這次的規定當中有提到, 海外的無犯罪證明, 在遞交申請那一刻是無需提供的。 所以這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尤其是現在海外的那個疫情, 其實是比新西蘭嚴重很多的, 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很多地方開起來都挺費勁的。 所以遞交的時候無需提供海外無犯罪證明。 但是如果移民官有特殊要求, 還是需要提供。 所以在這裡我們會建議大家就是在遞交的時候, 可以儘快準備好其他的材料, 儘快遞交申請進入隊伍排隊。 如果移民官提出了要求, 再去開無犯罪證明也不遲。 然後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唯一一個, 不叫做work visa的一個符合要求的 critical purpose visitor visa holders。 那麼對這些人的要求是, 他們要在2022年7月31號之前, 也就是這個通道徹底關閉之前, 能夠申請到這個類別的簽證, 並且能夠抵達新西蘭。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它叫做visit visa, 但是它是針對海外到新西蘭來工作的, 人員的。 包括了我們的critical health workers, 就是相當於新西蘭現在的醫護人員非常的短缺, 所以新西蘭的政府希望從海外引進這樣的 health workers來幫助新西蘭抗擊疫情。 這是一個最主要的類別。 然後另外呢, 就是其他的關鍵工人。 那麼其他的關鍵工人主要是有一些, 受新西蘭政府認證的雇主擔保的工人, 還有一些特殊技能。 在新西蘭的網站上呢, 叫做, 這些工人需要有unobtainable skills in New Zealand, 就是在新西蘭無法獲得到技能的這些人。 這個要求是非常高的, 往往需要提供很多申請人的資歷和工作證明的經驗, 還有它行業的特殊性的解釋。 所以如果境外有這樣需求的客戶可以聯繫我們進行評估。 那麼下一頁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就是我們的三個主要要求了。 其實都比較直接簡單啊。 而且三個條件滿足, 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第一個是在新西蘭居住時間達到三年或以上的時間。 第二個是工資達到中位數, 也就是27紐幣時薪。 第三個是工作位於一個叫做SCUSLIST的一個清單裡面。 這個SCUSLIST其實是一個集合類的清單, 包含了好幾個清單, 我們接下來再一個一個說。 首先呢, 在新西蘭居住時間達到三年以上這個要求的細節, 注意的注意事項有哪些呢? 第一個是申請人要在2018年的9月29號之前已經來過新西蘭。 這裡我們注意官網用詞是have arrived on or before, 就是你之前來過。 至於2018年9月29號之前, 這一天你在不在新西蘭呢? 並沒有要求。 也就是說你之前比如說15年來旅遊過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你同時需要滿足第二個要求。 我們注意到兩個之間是用and的連接的, 不是all。 第二個要求就是18年的9月29號到2021年, 就是昨天, 在新西蘭停留的時間總和達到821天, 也就是這三年裡面的絕大多數時間。 同時滿足這兩個要求, 才能夠滿足第一點居住時間達到三年以上。 那麼第二點, 超過中位數時薪27呢, 就很好理解。 就是在9月29號當天, 昨天當天的時薪達到了27紐幣, 就也能符合到這次的要求。 那麼你如果第一條居住時間也不滿足, 第二條工資也不滿足的話呢, 你就只有第三個選項了。 第三個選項就是說你的職位位於這個叫做 SCUSLIST的一個清單裡面的任意一個職位, 能夠滿足這個職位要求, 你就可以也可以遞交這一次的REDENT VISA申請。 這個包括我們熟悉的長期頂缺名單, 醫護和教育行業的註冊職位, 比如說醫生護士、幼教, 這些註冊職位, 然後個人護理, 比如說Personal Care Assistant, 然後Aged Carer, 就是老人護理, 這些都是之前政府特殊關照的職業, 還有一些特殊初級產業, 這些職位都是在這個清單裡面, 包括進去的職位。 大家如果進入移民局的官網, 看到我們右邊的截圖這個官網的鏈接, 下面有四個鏈接, 點進去之後, 其實可以意外地發現裡面包括的職業是很多的。 就是說, 如果你第一個條件居住時間不滿足, 第二個條件工資也不滿足的話, 你可以去看看自己的職位是不是在這個清單裡面。 我們給大家截了一個, 舉一個例子就是所謂的Primary Sector Jobs, 我們可以看一下下一頁, 我給大家截了一個圖, 可以看到有很多我們熟悉的職位, 比如說Baker,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按ABCD排序的, A過了第一個B開頭的就是Baker, 是一個非常常見的職位, 然後下面C開頭的Chef, 還有P開頭的Pastry Cook, 這些都是我們華人留學之後非常經常做的一些職位, 還有一些之前在我們ENSCO清單Skill Level比較低的四和五的職位, 比如說像Safood Packer, 就是在海鮮工廠打包海鮮食物的工人, 然後或者是Safood Process Worker, 我們看S開頭的這裡有兩個, 它都是Skill Level五的職位, 但是它是符合這次要求的, 你只要是在工廠裡面做這個工作, 你就可以申請。 然後下面我們可以看到這次的申請流程, 剛才第一頁也說了分成兩個批次, 第一個批次12月1號到明年的7月31號, 第二個批次是明年的3月1號到明年的7月31號, 很多人今天有來諮詢我們說自己是否滿足第一個批次,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裡寫得非常的清晰明了, 第一個批次滿足的人員, 它主要針對的就是之前受到羈押的技術移民申請的人, 也就是說你的申請現在需要正在排隊, 技術移民或者是WTR之後的Ridden from Work, 你的居民申請已經在對列裡了, 所以說並不包含EOI池子裡面的已經遞交的EOI申請, 那麼EOI有個特例, 就是說你的EOI在池子裡面並沒有被選到, 沒有在排隊, 但是你裡面包含了你17歲以上的受抚養子女, 那這是一個特例, 可以在第一批次就被選出來優先對待, 優先處理。 那麼這個部長也在今天早上說了, 這就是為了給17歲以上的子女, 不再耽誤他們上學也好工作也好的時間, 給他們盡快的批付新西蘭的Ridden from Visa, 這也是之前媒體聚焦的一個點, 移民局把這個包含在優先裡面也是為了滅火吧, 但是有個要注意的就是17歲以上的受抚養子女, 必須在9月29號當天就已經包含在了EOI裡面, 就是說如果你有一個17歲以上的受抚養子女, 但是你之前遞交的EOI沒有把它包含進去, 沒有填它的信息, 你現在想要加進去是不行的。 然後下面就是幾個比較簡單的注意事項了, 第二批次就是剩下的所有滿足前面三點的申請人, 包括了已經在EOI選池中的人都是在第二批, 然後這個申請部長也說了可以網上遞交,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擔心lockdown的影響, 然後他們也承諾說會加快審理速度, 在12個月內完畢, 並且說most will be processed much faster, 他們希望能夠更快的處理完。 然後關於申請費多少錢, 這個10月底會公開, 然後第一批次的人呢, 會在10月底開始陸續收到移民局的通知。 好,我們現在看一下下一頁。 下一頁這個答疑的話, 我們看Chris要不要等那個放到最後。 還是現在說一下。 現在可以把這一頁都說一下, 待會的話還有其他一些問題, 好吧。 這是有幾個今天上午被一些客戶問到的問題, 就在這邊提出來跟大家講一下。 之後我們另外有一位那個持牌移民顧問Nick, 會給大家做更多的Q&A。 這幾個比較典型的問題, 第一個呢, 就是有客戶問到我說, 如果現在拿的公簽, 我明年一月到七了, 我不想在新西蘭工作了。 我想換成學簽, 比如說我想讀書了。 然後我滿足了居住要求, 我能滿足這一次的申請要求嗎? 這一點是一個非常tricky的地方。 這次的網頁, 從網頁的措辭來看, 只要你在今年的9月29號, 就是昨天, 當天持有了工作簽證, 並且滿足三個條件之一, 比如說居住條件滿三年, 你就可以達到3月1號第二批去申請, 這一次Ridden Visa的條件。 至於要最終100%確認的話呢, 我們建議等過幾天移民局的Operational Manual 發布正式的instruction以後, 我們再幫大家確認。 如果instruction以後, 裡面也沒有詳細講到這一點, 我們會發郵件去詢問移民局。 另外,今天早上, 部長發布了新證之後呢, 有開一個zoom meeting, 然後說到明年的工作簽證, 1月可能會自動延期, 他是口頭說的, 然後之後我們也會等他的書面政策吧。 第二個一個常見問題就是雅思。 這次的網頁上面, 我是沒有看到有雅思要求的。 雅思英語要求,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如果他這次的網頁裡面沒有提到英語要求, 我基本可以確認這次的申請是不要求英語雅思成績, 或者PTE任何英語成績的。 好,我們看一下下一位。 大家好, 那我們就把, 這是我們新西蘭的南島, 所謂的大移民, 郭文立可無。 給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常見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現在呢, 把那個話筒交給立可。 稍等一下, 我給他... Nik, 可以聽到嗎? 可以給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聽到, 我這邊能聽到嗎? 可以,可以。 好,大家好, 我是新西蘭領航國際的基督城分公司的, 持牌移民顧問, Nik5。 然後今天很高興, 大家在這裡來分享一下, 我們從今天早上5點, 新政發布以後, 陸陸續續收到的上百條諮詢當中, 總結出來一些比較常見的問題。 我相信, 有些客戶, 可能還沒有及時了解到, 所以我們這邊做一個全面的答疑。 那第一個問題比較常見, 就是說, 我們知道有很多客戶, 他並不是一個人過來的, 比如說像夫妻啊, 或者是一家三口等等。 比較常見就是比如說, 像夫妻一方, 他持有的是學生簽證, 比如說是一個碩士的, 或者說是一個三年本科的。 那麼他的配偶呢, 持有的是一個配偶公簽。 那麼, 那麼配偶持有配偶公簽的情況下, 他找了一份二十七道路工作。 那這個是否符合我們大事的要求呢? 其實這在我們剛剛上一個環節時期講到了, 這個配偶公簽是沒有辦法符合我們這一次大事的要求的。 所以很遺憾, 這一條的話, 沒辦法幫助大家, 沒有辦法幫助大家。 那還有一些客戶, 他的情況會稍微的有點區別。 就是, 其中有一方已經畢業了, 那是Post study work visa。 那麼, 但是他沒有工作, 但是他的配偶是有工作的。 同樣這樣的情況的話, 配偶的這份工作也是沒有辦法去符合這一次大事的要求。 那麼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現在距離很多人只會注意到一個時間, 就是2022年的7月31號, 他會覺得說, 那麼我距離這個2022年的7月31號還有將近一年的時間。 如果我在這段時間之內, 比如說住滿了符合第一條件三年, 或者找到一份27道的工作, 那麼是否能夠符合大一大事的要求呢? 那麼這個也是不行的哈。 因為我們的所有的時間節點都是以2021年的9月29號來截止, 也就是昨天, 要在昨天之前你已經住滿三年, 或者是在昨天之前你已經有一份27道的工作才是可以的。 那超過昨天, 從今天開始您再說我住的時間更長, 或者我找一份更高的工作, 那麼都是不符合這一次大事的聲明的範圍的。 那麼第三條, 我們很多客戶之前有去做過我們的這個技術移民的諮詢, 知道我們要去做技術移民諮詢的話呢, 是要申請的話呢, 是要有一份跟自己學歷和工作是要相匹配的。 例如我是學IT的, 我的本科或者我的碩士是學IT的, 那麼我要申請技術移民, 我要找一份跟IT相關的工作。 那麼本次的話呢, 這個範圍就非常寬廣了。 即使你是學IT的, 但是呢你在餐廳裡找一份端盤子的工作是27刀, 那麼也是可以的。 所以可以說明我們本次的這個大事的話, 是跟學歷是沒有相關的要求的哈。 放得更鬆了。 好,第四個問題。 呃, 有客戶會問的, 我在大社之前, 比如說9月20號, 我已經簽了一份工作合同了。 而且實行呢, 超過27刀, 比如說30刀。 但是這份工作呢, 他並不是立刻開始的。 比如說他只是要求我10月1號去報到。 那麼, 是否能夠符合呢? 那按照目前的這個情況的話, 也是很遺憾, 很遺憾, 您沒有符合。 因為我們都要一切以你9月28號, 已經開始了工作, 開始了賺錢來評判。 那麼第五個問題, 剛剛施琪也提到了, 我們也提到了, 他說我們2018年, 比如說2018年9月28號之前, 到達過新西蘭。 那麼這個是怎麼樣來限定呢? 比如說我們2015年呢, 我旅遊過, 比如說我短暫的來旅遊過兩週, 那麼這個算嗎? 這個也是算的, 也是算你在2018年9月28號之前, 买過新西蘭。 那麼你只要同時符合, 之後你有在新西蘭住滿三年, 那麼也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下一個問題, 那麼大社會不會對後續的移民有影響呢? 有很多客戶會覺得說, 這次大社一下子批了將近16萬, 或者說是更多的人, 給他們的這個居民的身份, 那麼會不會對於後續想去申請這個移民的人, 會提高更多的門檻呢? 這個的話, 我想分享一下, 其實在我自己在讀書的時候, 我也經歷過一次小型的大社, 那個時候是南島大社, 雖然名額不多, 那時候我是學生, 我沒想到, 但是縱觀的話, 我們會發現大社他赦免的話, 都是一些在境內都已經有工作的人, 那麼他們是不會跟後續那些需要去找工作人競爭的, 所以的話, 其實大社對於後面想要去申請移民的人來說, 是不會有非常大的影響的。 好, 這是第五個問題。 第六個問題, 就是已經在大社前, 比如說在境外申請了critical work request, 這就是我們在剛剛施棋之前也提到過的兩類, 如果在批下來能夠入境, 是否能夠趕上大社呢? 我們知道, 如果您現在是在境外做這個critical request的話呢, 那麼request如果成功了, 那麼你就可以去申請相關的這一個visa, 那麼你只要能夠在2022年的7月31號之前入境, 那麼您都是可以符合這一次大社的要求的。 好, 第七個問題, 很多在境外持有學生簽證, 或是持有這一個學後簽的, 就是post study work visa的人, 還是不死心的想問一問, 說那是不是人在境外像我們這種持有學生簽證, 或持有有效的學後簽證是不是真的沒戲了? 的確這個有時候真的是比較的殘忍, 移民局目前只能夠解決它的燃眉之急, 就是境內的這些人先處理好, 所以希望境外的客戶還是不要失去信心, 努力的和耐心的等待邊境打開, 然後進來之後仍然是可以正常的去走我們技術移民通道的, 這個並沒有關閉。 好,第八個問題, 就是我現在人在境內是持有的是旅遊簽, 那麼是否符合大社呢? 其實這個問題在上面的時期也講到了, 像旅遊簽,或者是學生簽,或者是WHV等等, 都目前都不屬於我們大社的範圍。 好,第九個問題, 我目前已經計較了EOI, 但是沒有被抽上去, 那麼我屬於第幾個批次, 能不能加快一點點? 我等了那麼久,我心裡非常的著急。 那如果您真的是屬於計較了EOI, 還沒有被抽上去的, 那麼您應該是在2020年3月EOI遲職關閉了之後遞交的, 那這種情況的話, 您絕大情況下您是屬於第二批, 您是要等到2022年的3月1號才可以開始遞交, 但是有一種情況就是, 除非您的EOI, 比如說像您三口家庭的這種, 其中包含了一個17歲以上的未成年的小孩, 那麼您可以加速到第一批, 不然的話您就沒有辦法加速。 比如說您的EOI的這個裡面的話, 你帶了一個五歲到六歲的小孩等等, 這樣的話, 那麼也是不符合要求, 也是要等到第二批的。 好,第十個問題, 很多在境內的有些客户, 今天聽到大社也是非常的著急, 因為現在的話, 距離很多大學畢業只剩下一個月或是兩個月了, 很多很多客戶會在11月份就已經畢業了, 他們還說像這種情況, 移民局會不會考慮呢? 會不會也可以給我大社的話, 按照移民局的這個部長表態的話, 很遺憾他們錯過了這一次大社。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的答應, 如果您還有其他問題的, 歡迎在我們的聊天窗口留言, 會有我們的同事問你解答, 謝謝。 好的, 謝謝我們立可和思琦。 然後呢, 我在這裡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很多在國內的小伙伴們, 今天問了我很多問題, 跟剛剛立可說的一樣, 就是, 我覺得有一部分人可能已經哭人在廁所了, 對, 包括我們也有遇到一部分人去年就是回國, 回國探親, 回國過年, 然後, 我覺得那一次回國可能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 真的是這樣子的, 那誰也不會知道後面的走向, 人生走向真的是不一樣。 當然我們還有遇到一些人, 就是在這一兩年疫情期間, 遇到了很多的這種lockdown, 新西蘭, 包括, 所以很多人可能因為經常待在家裡嘛, 也會有一些精神方面的, 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壓抑, 那麼有些人也選擇回國。 那其實呢, 在以前多次講座裡面, 我在疫情期間做過很多次講座, 我都是第一, 我給大家的第一選擇都是說, 希望能夠再積累在國家, 在國外吸累工作經驗, 因為一個有工作經驗的海歸, 和一個沒有工作經驗的海歸, 是完全不一樣的。 另外工作經驗對於在新西蘭移民加分, 以及去後續, 不管去哪個國家還是回國, 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反正就是有工作經驗的話, 就是和沒工作經驗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就業市場上面很多時候。 所以呢, 很多在國內的人, 我非常地對他們, 真的說表示慰問, 對, 但是有時候, 我們叫造化弄人, 有時候成功, 我覺得就是天時,地利, 人和, 那有時候就是不巧。 所以, 至此呢, 我覺得有現在, 我只能說, 真的是能夠理解他們的感受和心情, 時刻。 那麼, 很多人會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 什麼時候可能來到新西蘭留學? 因為, 大家可以看到, 新西蘭移民局的這次大社呢, 可以判斷出來, 新西蘭是一個移民國家, 毫無疑問的一個移民國家, 熱門和主流的移民國家, 對吧。 那麼, 就是可以毫無疑問的是, 大家在疫情以後, 還是可以很有信心的, 來到新西蘭留學, 按照自己既往的這個, 留學移民計劃發展。 那, 待會呢, 我也跟大家發展, 就是, 不但這個是大社行列的一些學生, 以後該如何走向。 那麼, 很多人在國內的學生會問到, 我什麼時候能來到? 那麼, 其實呢, 新西蘭移民局, 包括新西蘭政府, 發布會, 還有, 新西蘭的這個衛生局, 都是發表了這個, 言論相關的媒體報導, 就是說, 一開始呢, 說是疫苗注射率70%, 再到後面就是前民的這個, 疫苗注射率80%, 再到最近的一次表態是, 疫苗的注射率90%, 那, 新西蘭比澳洲呢, 是要保守一些的, 比較嚴果一點的。 澳洲的話, 那邊基本上到70、80, 不同的州可能有不同的要求, 那, 澳洲基本上是70%到80左右的話, 就會開放邊境, 所以呢, 目前澳洲醫藥監管局還在評估, 是否認可中國的疫苗。 那, 我個人覺得呢, 應該向美國學習, 是因為在這一點上面, 美國是認可世衛組織的疫苗的, 只要世衛組織認可的疫苗, 美國都認可的。 那, 我覺得在這一點上, 澳洲, 新西蘭真的應該向美國學習, 因為世衛組織, 大家都想到, 是一個世界衛生組織, 這麼大的一個組織, 它評估的疫苗是認可的。 那, 我覺得, 中國有幾, 我這個是有兩款疫苗, 是被世衛組織認可的。 所以, 如果是說, 新西蘭跟澳洲, 能夠跟美國接上的話, 那我豪疑問的說, 那, 明年上半年, 很多小夥伴就有機會入境澳洲了。 那, 與此同時呢, 我覺得新西蘭跟澳洲的時間, 中間不會超過三個月。 新西蘭比澳洲要嚴格一點, 但是我覺得澳洲, 而且新西蘭現在疫苗接種率, 在反超澳洲了。 對, 疫苗接種率非常高, 特別是奧克蘭。 所以呢, 我們覺得很有信心的說, 在, 如果說, 那個, 新西蘭跟澳洲一樣, 像美國一樣, 認可世界衛生組織的疫苗的話, 那麼我們中國的小夥伴們, 打的是中國的這個疫苗, 那麼兩款, 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的兩款疫苗的話, 那我相信在明年年中, 就, 就很有希望能入境新西蘭了, 就讀明年的7月份開學的這個大忌。 那麼, 針對一些旅遊打工簽證啊, 還有旅遊簽證那些在境外的小夥伴們呢, 我們認為呢, 入境時間可能會是在赴年, 2023年以後去了。 對, 明年的這個年中的話, 優先權應該是給的是留學生, 因為留學生一直都是大家很重視的一個問題。 那澳洲政府, 包括新聞, 我們是澳新留學移民嘛, 所以我們也會關注澳洲的政策和新聞, 那麼新西蘭我們同樣也是。 那麼就是說, 多時表態, 留學生,留學生入境, 留學生入境。 那很少人會說, 遊客入境, 遊客入境對吧? 就是, 他們會把留學生放在priority, 放在一個優先權位置上面。 所以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遊客我們預計是在後年, 那留學生會在明年年中的這樣一個時間點上面。 如果疫苗接種一切順利的情況下, 大概是到80%到90%的情況下, 就會開放國境迎接留學生。 那下面呢, 我們就是很多同學, 因為我知道今天有很多同學在國內, 他們沒有享受到這是好的政策。 那麼同時呢, 還有一部分學生, 是現在是持有學生簽證, 他們也沒有享受到今天的這個大色。 那麼, 怎麼辦? 那有些同學, 如果說簽證面臨到期了對吧? 如果你現在持有公簽, 那你肯定還是繼續工作。 因為我說了, 工作經驗比什麼都很重要, 跟學歷一樣, 選擇很重要。 那麼, 如果你現在的簽證面臨到期, 你又沒有什麼辦法的情況下, 那你當然只能說, 如果你想繼續留在青西南, 如果你對這個國家喜歡它, 還有希望的話, 那我覺得, 那您可以在下次選擇留學的時候, 就讀專業的時候, 包括還有人在國內的一部分, 家長還有學生, 你們在選擇專業的時候, 要非常的謹慎, 比較要選擇, 就是要選擇比較謹慎, 同時要選擇就是要比較和學吧, 我們說, 對, 那麼一個呢, 就是要針對自己的職業性格愛好, 我們覺得就是實驗性格愛好, 是一個方面, 選擇專業的時候, 那同時要結合這個國家所需要的這樣一個職位, 來做一個選擇, 那剛剛我們的同事思維有做了非常詳細的講解, 就是關於這個, 就是這一次這個第三個種類的那個豁免, 你看到了嗎, 大家都看到了就是這些職業都是新西蘭這個國家所需要的這樣一個勞動力, 那麼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第三類職業裡面有很多幾個重要的點就是一個是教師和護理, 護士醫學護理類的, 那麼他們就是一些註冊職業, 那麼是深受新西蘭和包括澳大利亞的一個非常歡迎的一個移民專業, 對, 那麼特別是尤其護士專業, 在過去的這個澳洲, 澳洲移民也是非常緊嘛, 在過去這幾年收緊啊, 但是護士一直都是在澳洲屬於移民的佼佼者, 那同樣的情況在新西蘭也是移民的佼佼者, 所以護士啊, 你去哪裡都不怕就業和移民的問題啊, 那麼同時呢, 我們還有優先, 在疫情之前, 我們的幼教是一個可以說是移民的風向標, 移民的一個非常熱門中的熱門專業, 那麼同樣的情況就是這是大社, 包括也是一個幼教也是處於一個大社裡面非常, 就是我們說非常值得關注和熱門的一個專業啊, 那麼同時此外呢, 我們說是社工, 社工類的, 包括還有其他長期警覺專業, 都是我們每次做講座的時候我都會強調的, 是個大四大類別,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非常重視和關注, 那麼我覺得選擇一個有經驗的留學顧問, 是規劃你的中場, 把你的起點給規劃好, 這個是顯得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我们赢在起跑线上 那么你们来设计下留学移民 重要的前提是 你要把自己的起跑线给规划好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好一个 适合自己 然后能够又适合这个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专业 所以选专业非常重要 那么刚刚也说到这几个类别 这里是英文部分的 建筑产业 教育类 工程类 健康护理类 社工类 对吧 还有一些法律类 这些专业都是一个 在新西兰过去这几年里面 属于一个移民拒线率非常低 然后移民成功率非常高 而且是享有优先权 其实呢 我们很多留学生 可能就是那些 今年受到 很多留学生是受到了 这次政策的会顾的 我们说眷顾 那么还有一小部分同学生 是没有受到政策的眷顾的 那我还是希望说 你们不要迷茫 不要彷徨 对 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个国家 你觉得你自己适合留学生 那么你一定要触发好 积累未来 对 积累工作经验 然后呢 就是说 就读更级 级别更高的 获得第二次第三次开放式工签 那新西兰不像澳洲 澳洲只能一生 只能拿一次 毕业生开放式工签 但是新西兰的话 你只要符合政策 你可以继续获得第二次第三次 开放式工作签证 对 那当然还有一些人是不喜欢 那就面临着 就是有些人可能有自己的 个人人生规划 还有家族企业的一些情况 那这个就这里不当详细概述 那其他的呢 当然我们上一次讲座里面 说到转加拿大 对吧 那其实呢 其实说实话 加拿大有大色 新西兰一样有大色 对不对 那其实重要的是 它在于你喜欢哪里 对不对 你喜欢哪个国家 你适合生活在哪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适合 你要制定一个 适合自己的规划 对 就是其实人 我觉得就是 坚持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新西兰 在过去这个一年半里面 因为去年三月份 关闭这个技术移民 整个社会呢 变成载道 很多人呢 也看不到希望 有些人甚至有一个轻微的抑郁症 我都能够感觉到 而且我刚刚也说了 就是非常的不容易 这一届很多新移民 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是呢 我们有些人呢 是直乐观的心态 他觉得拿工签和 拿工签也是在这里 一样生活得很好 对吧 只是拿新西兰的这个 永组居留权 可能能给他一个归属感 对不对 能给他可能在这边 比如说买房子啊 可能就业方面 有一定的优势什么的 但是其实生活还是一样继续 对于很多有一些 稳定工作的人来讲 你拿着工签和拿身份 其实生活还是一样过 对不对 那其实很多人就是说 即使是在一直等待的中 但是他生活一样过得很乐观 他一直 秉持这个坚持的精神 对不对 那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有些人就是选择说 再不给我PR 再不给我下PR 再不给我审理 我就回国了 再不怎么样 我就转到别的国家去了 那我觉得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就是 有点就是过于急躁 那么 其实今天网站上 有一个非常 有一个人留言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句话 新西兰现在移民局 今天的政策呢 诠释了一个叫做 你若对我不离不弃 我便与你生死相依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我觉得一个前世吧 对 那么就是说 那很多人坚持下来了 你看 那么新西兰移民局 就给了他们相应的 这样一个永久制度权 那其实他的命运 跟新西兰的国家的命运 是仿在一起的 那么他们将用他们的青春 他们的汗水 去建设这个国家 美丽的国家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这个坚持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么同时呢 我在这次最后呢 我们这么多年来 我们作为新西兰 华人 我们是全十大的 华人留学 留学移民公司 从很短的几年时间内 一直就是在不断的 那我们可以说 就是我们的服务理念 和服务是非常 可以赢得了很多人的 就是一致的评价 就是高度好评的一个 一个服务公司 留学移民公司 那么我们希望 所有的人正常 就是选择一个 就是我们说 规划好一个专业 合适的学校 不走弯路 对 那是我们公司的 一个真正承诺 对 那我们会把这个学生的事情 当成我们自己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工作理念 对 让每个学生 对我们的服务都满意 然后我们从此建立 这个深刻的友谊呢 是我们的这个服务的 终极追求 那这个服务 我以为大家都知道 然后我们这里 就不再描述了 那么其实呢 我这一次呢 再次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以前讲座里面 关键要因素 因为没有很多留学生 就是没有设到 这次政策的眷顾 那么其实我记得 还是在一个要万里长征 就是属于一个 将来要续续努力的 一个路上 我希望呢 你们一定要就是 一定要 我们有一部分同学 今天因为没有 受到这个政策的眷顾 不属于这次豁免的范畴 其实是很大的失落 那么 所以呢 我在这里要多次强调一下 如果你们 错失了这个机会呢 请不要气蕾 还是按照原本的 这样一个留学移民规划 继续努力 继续付出你们的汗水 那么 很多留学生还是一样 就是毕业之后 有三年贡献 对吧 我们很多留学生 现在是毕业年级 或者还有一些是 现在在读大一的 那么其实你们就是一定 就是一个 我们刚说的 要选好专业 找一个好的留学顾问 有经验的留学顾问 选好专业 第二个呢 就是你在读书期间 不断地积累工作经验 包括毕业之后 最后一年一般的实习 平时的兼职 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有一些不懂的呢 你可以欢迎跟你的顾问联系啊 还有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的社交人脉 就是我们的很多留学生 其实来光来这里 认识人很少 但是如果你能够 多参加一些学校的招聘会 包括多接触一下 学校的就业 舞蹈部门的老师 还有包括 多认识你的这个 专业的这个学长学姐 或者是一些 比较好的老师们 或者还有同时就是说 参加一些 社会企业的这种 平时的一些event 包括新下还有个 很好的远见叫meetup 就是一个根据兴趣 就是一个组织 一个会有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group 所以呢 就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你能不断地提高 你的人脉 包括呢 同时呢 就是我们刚说 那个meetup这个 这个远见 当然现在因为疫情原因 都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其实大家有很多机会 去参加各种打球啦 徒步啦 包括跳舞啦 包括这种啊 其他的一些 很多户外活动 很多室内活动 就是都有的 对 包括什么弹钢琴啦 和书啦 一起阅读小组啦 都有 而且你就不断地 能交到当地的朋友 提高你的英语水平 还有包括你的社交人脉 对 那这里的话 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 我们这里 不太强细讲解 如果你感兴趣的同学呢 在可以看 我们上一次的 那个直播会议 在新西兰 后花园的网站上 可以看到 我们上一次的直播 我有做了 非常详细的讲解 包括基于 个人人生经历 包括基于很多 那种就是 身边的同学 身边的一些学生的 他们的新生的故事 精力有做了一个 详细的分享 大家可以去看 新西兰后花园 领堂奥西留学移民 那个直播 那个录播 上次是有 我们都有录制的 那么今天呢 就是我们就回到了 我们的Q&I环节 就是我们的 自派移民顾问 陈思琦和立古 还有包括我自己 都会给大家 做一个详细的答疑 欢迎大家提出 你们的问题出来 那么在提出问题之前 我想给大家说的是 本次我们有参加 所有的这次 这次这个活动的 所有的同学们 都有一个 我们正常情况下 是2500块钱 关于今天的 基于我们的工作量的评估 一个人在没有任何 宜兰杂症的情况下 就是所谓的宜兰杂症 就是没有拒线历史 没有这个疾病历史 没有品行犯罪历史 没有其他的一些 不良历史的情况下 我们一个人 单人办你是2500块钱 如果你是一对配偶的话 那就是3500 因为配偶 我们会再加1000块 对 那当然如果是 你们的材料 比较清楚的情况下 如果你的材料 比如说配偶关系的材料 不充分不充足 那我们可能会再额外的 根据个人的情况来 特殊的报价 那么但是基于就是 普通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关于 我们目前这个新的政策出现 因为大家都知道 技术移民以前的话 基本上都是4500到5500之间 因为要完成很多的 我们四盘运动的工作量非常大 需要评估整个企业的运营状况 企业的工作合同 包括工资单 各种job description 各种各样的东西 但是现在因为移民局大社 出现了很多的简化 所以我们的评估 我们觉得 就是价格应该是2500块钱左右 鉴于我们的工作时间 因为新西兰大家都知道 最低工资是20块 纽币一个小时 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工作时间 工作量大概做了一个 这样的评估 是2500纽币 但是本周 因为大家都非常好的 特大信息分享给大家 如果在本周 跟我们任何一个领航顾问签约的话 我们现在是1800纽币 所以每个人节省了700纽币的费用 如果你认识任何领航的老师 欢迎你跟你们的顾问 跟我们领航的顾问联系 如果你没有认识任何领航的顾问老师 你就加我们图片中的领航总客服 微信总客服 扫一下二维码 然后我们将分配 专业的知识的示范运营顾问 给你做解答 帮你评估 然后再给你签可同报价好吧 其实在本周签约的话 我们就有这个特价享受 这个价格可以想想 1800纽币可以办理一个技术移民 这个是帮你节省了很多时间 而且你把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人去做 这个是我们所有的行业的 都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比如说你很多人买房子 对吧 你说你自己做检查 那你自己会专业吗 对不对 你自己可能房子很多结构 这个并同开 你可能都不知道 对不对 但你把专业的事情 交给那些专业的 比如说他们是专业 做房屋检查的 那你就会买个安心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 各行各业我做的事 都是你把这个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的顾问去做 我们的西西兰 直排移民顾问 都是精通新西兰法律的 所有的人都是专门 做这个负责签证这一块的 对 所以就是可以比较放心 而且就是价格 也是非常的实惠 所以呢 我们今天进入到 我们的Q&A团结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可以问一下 那个斯奇和利肯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如果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呢 可以跟我联系 可以问一下好吗 现在 对 对 喂 听得见吗 可以可以 大家可以听得到吗 对 我有个问题 那个 我老婆想去西西兰读书 然后升级了 西兰几个学校 但是一直都没有消息 然后我想问一下 这个明年读书 有可能吗 开放边境 这个是关于留学的问题 我来回答你 您申请了 新西兰的学校 那么就我了解到 目前新西兰很多大学呢 是不给留学生 明年二月份的 陆续通知书的 我是说部分大学 因为他们知道 明年二月份 是来不及的 首先第一个呢 是 新西兰政府还没有出来 相关的政策 就是关于 中国入境的申请人 他们的疫苗 认不认可 然后 中国的入境人 需不需要隔离 什么什么情况 都没有出 这个政策没有出台 然后现在时间也很赶 所以呢 现在大学是不怎么给 发二月份的通知书的 所以我建议呢 如果可以的话 联系你的顾问 把这个开学时间 定在七月份 会比较和学和合理 所以 而且另外一个呢 我刚刚也做了一个分析 就是关于这个边境开放的事情 我们预测 根据新西兰疫苗的注射率 和相关的一些部长 还有总理的多数表态 我们预计是在这个 明年的七月 明年年中会开放边境 对于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呢 请欢迎大家提出来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大家也欢迎在群里面 我们有一个留学移民交流群 关于最新的这次这个 大社的这个特殊签证的条款 我们做了一个 建立一个微信群专门 Tony你有问题是吗 你好 对 您好 听得见吗 听不到 您说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我的情况呢 是EOI的分数 已经达到了 就是目前的160分 但是还没递交 然后呢 我也同时符合了这次的那个 就是大社的新政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我走新政的政策 我这个EOI还到底要不要递交 因为我本来是准备 lockdown以后递交EOI的 这个问题的话 交给我们的思琪来回答 好吧 好 谢谢思琪 好 你好 您的问题 你好 我会提醒您 按照这次的通道递交 如果你确定你是满足 这次通道的条件 因为EOI它很有可能的 它的选取在明年的7月份之前 都是不会重开的 所以在比较上去 虽然可以进入到池子里面 但是不会被选起来 然后移民局另一方面 也说这次的新的RateVisa会 他们会进行加速审理的程序 因此会比较快的 所以如果你虽然满足了160分 但是你没有满足到 技术移民通常的优先条件 比如说你是否是注册职业 或者是否是高薪职业 达到54块钱一小时的工资 如果你达到了优先的话 你可以考虑递交技术移民 可能会更快 但如果你没达到优先的话 这次这个通道会比较快 就是按照那个思琪您讲的 就是不用走EOI的 就直接去 如果确保是能够符合新证条件 就直接明年3月1号 申请新证就可以了 对吧 对没错 好的好的 谢谢思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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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有其他的人有问题吗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我老公吧 他是工签也符合 就是在这也四年多了 但是呢你知道工签呢 从去年开始 他的签证是一直有效的 可是他就不在 就是因为国际那个航空公司 那块不都停了吗 边境停了之后 所以他从去年大概 五六月份吧 一直到现在一年多 其实就属于一种 不在那工作的状态 公司也不怎么发工资了 这种他也算符合 这个工签要求的人吗 好的 如果是open工签 在那个签证条件上是没有问题 如果是雇主担保工签 你可能还需要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他是否违反了他的签证条件 然后在这个前提下 就是这次的特赦条例里面规定的是 你必须要在9月29号的当天 你的工资能够达到27块钱一个小时 那如果 不是还有三个条件满足一个就可以吗 你或者27你或者在这居住超过三年以上了吗 您是说他已经那个居住满三 是满足了居住条件 都四年多了 四年半了 对对对 不好意思 那没有问题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就不用去看工资了 但是我刚才提的第一点 你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他拿的是什么工签 他有没有违反他的工签条件 这个移民局他有可能会到查回 他是雇主担保工签 他只能为这个航空公司工作 但是呢他也没有违反 因为公司就是没有什么工作了 可是也没有说这个航线会撤掉 你知道还是在等 所以他在这期间也没有去 就是说去违反他工签 去干其他工作 所以就是很迷茫 这个我建议你 就是针对他特殊情况 用个人情况来咨询一下 比如说跟我们说一下他的工作的具体情况 合同啊这些 然后我们看一下才能知道 对对对 这个问题我参加一下 对对对 这个是个比较特殊的问题 您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个例案 所以我们要针对你个人的情况 可能就是您的情况 要给移民局做一个特殊的解释 需要特殊的一些材料到时候 OK 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 然后加我们总客服的微信 然后呢 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就是把实习顾问推荐给你好吗 微信啊 OK 好的 谢谢 谢谢 请问一下其他的朋友 有还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的活动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 然后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因为他那个薪资要求是27块钱 所以我从20号到24号期间 老板给我开的还是25块钱 但是在22号的时候 他已经跟我签了合同 就是可以给我开到27块 但是执行日是从这周一开始 就是从27号开始 这样算符合条件吗 您好 这个情况的话 就是我们觉得您这种情况 我们今天有一些人已经问到这个问题了 对 这个问题的话 您加我们的微信 我们可能我们的顾问要结合你所有的情况 跟你看你的合同 还有相互的材料 再给你相应的一个个人的解答 好吧 好的 好的 谢谢 然后加一下微信 谢谢 另外哪位男士有问题是吗 对的对的 哈喽老师你好 那个我问一下他现在 就是现在移民局出这个 符合三个条件 任何其中一个就满足这个条 这项政策 他之后 就是这个只是一个笼统的 暂时的政策 还是之后还会有更详细的修订版 就是我觉得他之后会有什么改变吗 细则方面 这个问题我可以帮你回答 这个网站上有非常明切的说明 就是说这次公布呢 目前只是个大概的 那么更多的细则呢 是在十月底之前会公布 明明就说了 at end of october 就是在十月份之前会 十月底之前会有更多的细则出台 对 但是您说 现在比如说 他说将来会不会改成说 而是学生签的人也会给扩免 不会的 对 这个就是这个大的方向是不会改的 对 他只会有更多的细则去 就是解答一些 比如刚刚有些人可能有些问题 他没有 没有没有盖到的 对 对 没有cover掉的 对 所以就到时候会有更多细则的出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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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那个如果我现在拿的是 那个casual的job offer可以吗 就我拿的不是full time的 这个的话应该要 我们的试题 顾问来帮他回答一下 好吧 谢谢 好的 现在的网站上并没有对那个 合同的类别进行规定 按照之前工签和技术移民的要求的话 都是要求full time 这个我们也等之后的那个 operational manual更新的instruction 也会准备 好吧 好 谢谢 嗯 还有其他的人有问题吗 谢谢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 你好 想问一下 你可以问什么 就是我之前是WTR签证 但是我9月2号的时候转工作了 所以就换成一三十五 visa 但是还现在还在申请 也就是29号我的新签证还没有下来 但是就如果说申请到的话 就是有work visa 但是是29号之后 那这样的情况 就他也是满足二十七块的时薪 那这样的情况是满足那个移民新政的条例吗 啊 实际 来帮他解答一下 就我了解 我觉得是完全复合的 对 嗯 我来回答 不好意思 我刚才有点没听清 您是WTR 然后重新升了新的工签 新的工签类别是什么呢 是Essential Work Visa 那是那是满足要求的 你的工签 OK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那希望大家加我们的总客服 如果有什么更多的问题的话 感谢 谢谢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这次会议 希望大家能够 就是我们的其他的 就是今天参与这次活动的人 如果你符合这次政策的会计 欢迎跟我们顾问联系 然后 然后如果说没有被这次政策 汇集到的同学和朋友 也不要气雷 还是按照你原网自定的路线 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见